为了维护蝴蝶的生态 台中北屯符伦社 自2016年开始 在普里鲤鱼潭周遭 捐助种植大约3000棵以上的蜜檐植物 日前北屯符伦社一群人 也再次到鲤鱼潭访试 这几年蝴蝶富裕的成果 并且再次种植下蜜檐植物 希望能够让蝴蝶富裕的工作延续下去 那我们北屯符伦社 从2004年开始从事 这个纸板蝶富裕的活动 一直到四年前 跟这个普里鲤鱼潭在地的生态园区结合 才让这个纸板蝶的护育的成效持续 而且将来能够长久 那我想鲤鱼潭是一个非常适合 来做生态维护的一个休闲观光区 我们北屯符伦社能够把这个纸板蝶的活动 长期的在鲤鱼潭的来这个进行举办 我想对我们整个的生态维护 将来是一个非常好的成果 我们会一年一年的持续不断的 来举办这个活动 来共同响应这个生态维护的一个工作 鲜艺人月人创肯定北屯符伦社 四年来在普里鲤鱼潭 富裕蝶生态的用心 也希望透过各界的努力之下 普里镇能够再次找回蝴蝶王国的美誉 四年来每年都在鲤鱼潭 都在温泉度假村 都有做一个富裕蝴蝶的一个活动 那非常感谢有来自台中市 有来自新北市 也有来自台北市各区所有的符伦社的社友 来参与这个活动 那么在廖议员后来选上政长之后 也在蝴蝶富裕这个区块琢磨良生 今天就有这个活动 然后也希望让大浦里地区的居民 能了解到这个活动的意义的所在 然后也希望未来我们浦里能恢复 所谓的蝴蝶王国的一个美誉 副医长潘玉泉 肯定北屯符伦社的用心 也欢迎乡亲有时间 也能够到驴域潭走走 欣赏蝴蝶漫天飞舞的美景 记者陈伟一普里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